Hello 大家好 我是Toby 陳婷欣 博愛堂服務中心舉辦了一個抗疫慈善移賣全愛心的活動 希望大家能夠踴躍支持參與 幫助弱勢社群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何佩儀娟娜 博愛堂服務中心舉辦了一個抗疫慈善移賣博愛心活動 希望大家踴躍支持 一起幫助弱勢社群 大家好 我是Sharon 陸詩雲 幫我堂服務中心舉辦了一個抗疫慈善移賣全愛心活動 希望大家多多參與 踴躍支持 一起支持一幫弱勢社群 Hello 我是歌手莫常莫振宜 幫我堂服務中心舉辦的抗疫慈善移賣全愛心 這麼有意義幫助弱勢社群的活動 你們不會不參與 是不是 來 我們一起鼎力支持 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基 我知道博愛堂服務中心舉辦了一個抗疫慈善移賣全愛心活動 希望大家一起踴躍支持 幫助一幫弱勢社群 大家好 我是Jean 我是MJ 我是博愛堂服務中心 現在舉辦了一個抗疫慈善全愛心活動 希望大家可以踴躍支持 除了這個活動之外 如果你們想像我這樣 身體力行做民意工的話 請FacebookMessage我們或者WhatsApp我們 Hello 我是何志倫博 博愛服務中心舉辦了一個抗疫慈善移賣全愛心的活動 希望大家擁有支持 幫助一些弱勢社群 Hello 大家好 我是Uni 智智義 博愛堂服務中心 最近舉辦了一個抗疫慈善移賣全愛心移賣活動 希望大家可以擁有支持 幫助弱勢社群 Hi 大家好 我是黃建東 聽說博愛堂服務中心舉辦了一個抗疫慈善移賣全愛心活動 希望大家可以踴躍支持 一起幫助弱勢社群 Hello 我是家家副卓玲 博愛堂服務中心舉辦了一個抗疫慈善移賣全愛心活動 希望大家踴躍支持 一起幫助弱勢社群 Hello 大家好 我是Bernie 黃永君 博愛堂服務中心舉辦了一個抗疫慈善移賣全愛心活動 希望大家可以踴躍支持 一起幫助弱勢社群 Hello 大家好 我是Kellie 博愛堂服務中心舉辦了一個抗疫慈善移賣全愛心活動 希望大家可以踴躍支持 一起幫助弱勢社群 祝大家身體健康 Hi 大家好 我是Jean Hi 我是Mina Hi 我是Chillie Hi 我是SouSou Hi 我是Steven Hi 我是Yan 博愛堂服務中心已經成立了八周年 我們主要去服務香港的入世社群 我們最近好像舉辦了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 是啊 Jean 其實我們最近舉辦了一個抗疫慈善移賣全愛心的活動 所採取的事本都會用來買抗疫物資 去送給一些有需要的幫助弱勢的家庭 除了買抗疫物資之外 我們平日都會搞很多不同的義工服務 好像會探訪到裡面那樣 如果大家都想加入我們的義工團隊 沒有什麼方法只需要WhatsApp給我們 希望大家發揮愛心多多支持 拜拜